大家好,我是阿和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60天引爆你的学习力课程 那么今天在原有大纲基础上 我再加了一节额外的课 同时我也认为是非常有用的 一种和我提高我们学习力相关的一种锻炼 叫做抽象思维能力的锻炼 那么说到抽象思维能力 必然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什么叫抽象思维能力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基本上所有人都学习过英语 那么在英语中学习中 英语单词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英语单词记忆中又有一个非常普遍 很多人都用过也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 叫做英语单词的词根词坠记忆法 那么这个记忆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 我们记忆单词总是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单词嘛 那么数量这么多 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力又是有限的 必然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会思考 我们该如何快速的去记忆大量的运语单词呢 那么有人就去研究 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运语单词 结果他还真的发现了一些规律 比如说有人就发现很多英语单词啊 都是由一些基本部分像这种排列组合一样去组成的 比如说英语单词中有一个 visvis vis 它大概是can的意思 那么can的这个意思 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看 visible 那么变成这个单词呢 就叫可以看见 如果这个visible 是vis加上ble 对吧 这一个部分 如果前面再加上in 这两个字母呢 变成invisible 就变成是看不见的了 那么这三个单词很显然 我们能看到它是有共同的组成部分的 都是有vis 然后呢 这个多了一个ble 这个又再多了一个in 对吧 所以呢 他就去研究大量大量的英语单词 发现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总结起来呢 就是可以这样子去说 就是英语单词 可以说是由词根和词缀去组成的 那么什么叫词根 什么叫词缀呢 所谓的词根指的是一个云语单词中最核心的 就像是它的根本一样的部分 那么它表示了这个单词最核心要表达的意思 比如说vis 它是can的意思 那么它是一个词根 词缀又分为前缀和后缀 根据它和在词根的前面还是后面 如果在词根后面 比如说ble 那么它是一个后缀 是放在词根的后面的 而in是一个前缀 那么很多英语单词都是由词根加上词缀组成的 而且这个词缀很多都是共同的 比如ble 它可以和很多词根结合 in也可以和很多词根结合 而且这个意思大概都不变 比如说ble 这个后缀 代表的是一种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大概这样的意思的一个后缀 那么它和看结合起来 就是具备看的能力 那理解成就是可以看见 那么in这个前缀呢 往往是一个否定的前缀 就是不具备什么样的 不具备什么样 不可以怎么样 那么in加上visible invisible 就变成不能看见 那这样子 因为词根的数量也有限 词缀的后量 数量也比较有限 至少是远远没有英语单词那么多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记忆少量的词根和后缀 就通过这种方法 再根据它们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 从而让我们一下子看到很多这种结构的单词 只根据词根前缀后缀就能知道它的意思呢 事实证明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所以呢这样做的核心意义在哪 就是单词数量很大 我全部死记音背下来可能我做不到 对吧 但是词根前缀后缀数量比较小 我记下来可能难做得到 我就可以用工作量小得多的这种方式去记忆这种大量的单词了 从而怎么样提高了我们背诵英语单词的这种速度和效率 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提高我们学习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呢就叫词根词缀的英语单词记忆法 词根再强调一下代表单词核心意思 前后缀让核心意思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从刚才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就是首先我们会去观察很多单词 当然讲课的话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只举了一个单词的例子 大家听完这节课可以自己再去看一看 英语单词的词根词缀记忆法相应的文章和书籍 你就知道了 那么我先去看很多具体的单词 看这些具体的单词中呢 我就能找到这些单词的共同的一些规律 比如说他们在结构上都是由词根词缀排列组合而成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 它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从一个或者多个 一般都是多个具体的特例 比如在这个例子中 它是单词对吧 去找到什么 他们之间的共同规律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 用一个名词术语来描述的话 这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 抽象就是从具体特例到共同规律的 这样子的一个代表我们大脑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再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比如说我们买到一只苹果 这只苹果我们看着它会发现它可能个个头不是很大 就是一颗小小的苹果 是青色的 那么这是一只青色的苹果 那么我们抽象的话 我们会发现苹果它其实是一种水果 对吧 而且是挺好吃的水果 从一只青色的苹果到一种好吃的水果 这也是一种抽象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水果不只有苹果一种 那雪梨荔枝等等都是水果 那么我们从这些中去抽象出来 水果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抽象是多种具体物的概念提炼 抽象是多种具体物的概念提炼 它们都会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好吃的可以吃的富含营养的 可能是鲜美多汁的等等等等 如果是特别干的可能就变成坚果了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到底什么叫抽象 那么在这里阿赫也想给大家一个结论 叫做抽象思维决定学习力的高低 那么这个结论并不是说我去给大家的 而是很多专门研究学习的科学家去发现的 也就是说他会去研究很多很多学生 他可能也是学的同一套教材 然后是同一个老师讲课 那么天资可能确实有的高有的低 但是如果是天分差不多的一些人 为什么同样的学习时间下 有的学习效果好有的学习效果低呢 他们去做语言机就发现 学习效果好的那些人 他在学习东西的时候 他会比较多的去运用自己的这种抽象思维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 学习力高低 或者说怎么样通过锻炼抽象思维 来提高我们的学习力呢 这也是这节课后面阿赫会详细给大家去讲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在一个基本概念上 我们先来掌握一下 说抽象思维来指导我们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呢从刚才的英语单词的那个例子中 我们大概已经复述了一遍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 首先是什么 根据我要学什么 比如我学英语单词 那学物理我可能要解答很多很多的物理的考题 因为对高中生来说 学物理的唯一作用就是我要考物理考试的时候拿到高分嘛 对吧 那么我们的学习对象 当然就是那些基本的概念 公理定理什么的 以及我要做的题目嘛 所以首先我们要观察大量具体的事物 那么第二是发现共同规律 那么我发现很多英语单词都是由词跟词缀结合而成的 而词跟词缀数量又是比较有限的 这是一种规律 我发现很多看上去不一样的物理考试的试题 它其实考察的都是比如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 对吧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的规律 所以从具体大量具体事物中 我要去抽象发现出很多共同的规律 第三叫加以演绎和变化 那用以单词来说 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词跟词缀 我会发现有些词缀是经常放在前面的 有些是发在后面的 然后呢 有些词缀跟词缀之间可以结合起来 那么这种东西会有一种排列组合变化 有些词缀跟词缀之间呢 是不能同时在一个单词出现的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发现少量的共同规律之后 研究它们两两组合 或者不同的排列组合 或者按照时间顺序 按照不同组合顺序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叫演绎变化 然后根据共同规律和演绎变化出来的一些结论呢 我们去找到能够提高我们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的方法 比如词跟词缀记忆法 比如等一下我会说的学习物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种叫 在抽象思维指导下的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事实证明呢 和我们的一种具体化的学习过程来说呢 这是一种更加高级的 而且效率效果都更加好的一种学习方法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 那个会那个 这个就那个 等一下再说啊 就是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既然我们知道了抽象思维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话 我们自然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为什么 有些人 他天生就学习好 有些人天生就学习差呢 是因为 有些人天生本能的 或者说因为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他就掌握了 掌握了 这种抽象 用抽象思维去思考问题的这样子一个规律 而有些人呢 他天生就是按照一种具体化的一个方式习惯去思考问题的规律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是因为有些人天生他这个抽象思维能力就比较强 而有些人他确实会比较弱 从此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方法 能不能通过一些方法 去提高我们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呢 而这个抽象思维的能力 最核心的其实是这里的第二和第三点 也就是观察 其实大家都在观察 只不过有些人带着脑子去观察 有些人是只是麻木的去观察 真正有效的观察呢 是你要去思考共同规律和演绎变化 也就是二和三是一个核心的点 回到刚才说 有些人天生有些好 有些人天生差 这样子呢 会带来一些他们学习的效果 我们来回忆一下读书时期 我们读初中 我们读高中 对吧 那么中国的教育 大家也知道的 最最普遍 任何一个学校都会用的 就是什么提海战术 老师讲完基本的公理定理之后 就会布置很多很多作业 同时大家也会买很多 作业的习题册 试卷集合 对吧 什么五年模拟 三年高考是吧 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就做做做 通过做做做 来加深对公理定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 提高自己的解答能力 但是为什么同样的这种战术 有些人总是能考一百分比 有些人总是不及格呢 为什么提海战术 有些人有效 有些人无效呢 回到刚才说的这一点 二三是核心关键 二发现共同规律 三加以演绎变化 事实上你仔细回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在做进行提海战术的时候 你是否 你是在麻木的不断的做题呢 还是做完题会有一个思考总结的过程 也就是你在提海战术的过程中 是否有抽象的归纳和演绎 就决定了提海战术是否有效 至少我看了那么多的案例 基本上可以说用这句话 就可以完全的去解释通透了这个问题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那么我呢 在高中 刚上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的成绩不算特别差 但至少就是不算超级优等生吧 大概是在年级的中上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那么当时我自己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的总体的成绩就已经跑到年级的前列去了 那么当时最大的一个领悟点 就是考虑清楚了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抽象归纳的过程 那么我不能说只是麻木的去做题 所以这里这句话大家请记住 在进行提海战术 以及进行刻意练习的时候 你是否有抽象的归纳和演绎 这个最最核心的过程呢 OK 那么我们回来刚才说的 举完这个例子之后 我估计如果你也过去曾经为这个问题困惑过 你可能就找到了自己的原因 学不好是因为你在做题的过程中 缺少了归纳演绎的能力 然后再回到再上一步的根源 是因为有些人天生会用这个能力 他就成为优等生了 有些人呢可能是叫什么 就是家庭教育 那么当时还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后天的锻炼 去提高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 假如可以 我们应该如何锻炼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 那么首先 既然我都这节课讲到这么重要的一点了 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抽象思维能力呢 它也是可以锻炼的 接下来 阿和就会给大家去介绍几个 我本人 从高中时期用到现在 而且通过 我包括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 发现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些锻炼我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方法 去教给大家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这一部分 那么下面 接下来要讲的这些东西呢 每一个都不是很难 但是每一个呢都需要大量 大家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去提高的 看似简单 执行力是关键 只要你严格的按照这些方法去提高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呢 你的学习力就一定能得到非常有效的提升 进而指导你在学习其他具体的科目的时候 具体学科的时候 你的学习效果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OK 那么我们下面进入这个正式的核心环节 第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叫两个步骤 去锻炼我们的总结归纳能力 那么总结归纳能力 其实是我们抽象思维中最最基础 但是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它重要和基础到什么 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你有去学校学习过 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 我们就在经受这个训练了 但是因为过去我们可能老师的问题 或者说自己没有用心 好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有缺失的 我们通过两个方法来有效的提高 自己的总结归纳能力 第一个叫提炼句子中的关键词 这是具体怎么做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你可以去给自己准备 大量不同的句子 怎么去准备啊 非常简单 现在大家关注那么多公众号 随便找几个喜欢的作者 把他的文章拿出来 每一篇文章里面都有N个句子 对吧 多找几篇文章 而且是不同领域的 或者和你学习相关的 拿出来之后 你就有大量的练习素材了 准备大量的句子之后呢 怎么做训练 你认真的把句子看一遍 从这个句子中 找出一到两个最核心的关键词 那么有可能这个关键词呢 直接在句子中就有的 你就把它标出来 写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你把句子盖上 不看这个句子 只看这两个关键词 要回忆起这个句子的整体意思 很简单对不对 非常非常简单 如果你觉得毫无难度 可以不做 如果你觉得还有点难度 你可以做 有的时候呢 句子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 可以概括它的意思 那么就需要你 自己写下一到两个关键词 去总结这个句子的核心意思 那么这个训练呢 是针对那些 总结归纳能力特别弱的人 确实我发现 有些人看了句子之后 要看很久 才能找到那个关键词 所以如果你特别弱 你就要多做 比如说你每天做 50个句子的核心关键词 的提炼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一直训练 坚持到后面 你已经形成本能 看完句子 就知道关键词是什么 那么这个训练 就可以不做了 我们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叫短句 用短句去提炼 一个段路 或者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大家想想 这个训练 其实我们 小学初中就经常在做 那个时候 老师往往是 他念一段课文 然后会叫班上的 某个学生站起来说 这个文章的 这篇文章的中心 句是什么 但那个时候 难度会比较小 因为往往 小学的课本 作者就会在文章里 写一句话 提炼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也就是叫什么 找到中心句 找到文章的中心句 找到段落的中心句 对不对 而我们自己做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篇文章 然后自己用自己的 一条短句 去归纳出来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 或者说 这个段落的核心思想 然后也是和训练一一样 你要做逆向训练 那么提炼出来之后 比如说隔个 二十分钟 你只看这个中心句 你看能不能回忆起 你看过的这篇文章的 大概的意思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训练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锻炼我们总结归纳能力的训练 那么一天 比如说你可以训练 五篇文章 先总结段落 再总结整篇文章 做五篇 直到一直坚持到 你看完文章之后 中心句核心 自然而然的 会出现在你脑海中为止 那么基本上 你就可以不用做 这个训练了 通过这一和二 两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训练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 非常有效的提高 自己的总结归纳能力的 那么这个是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抽象思维的锻炼方法 我们接下来看 第二个锻炼方法 叫抽象归类训练 抽象就是从具体到 一个概念的 共性概念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抽象归类训练是怎么样呢 首先我要去分析 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事物 然后去提炼上一层的分类 甚至上两层的分类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方法 比如说前面我说过的 我们看到一个苹果 对吧 具体例子来说 我们看到一个苹果 那么如果只是按照一个 具体化的思维呢 就是我盯着这个苹果 苹果也盯着我 我就会想 这个苹果小小的是青色的 可能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的 颠着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 我想到的都是一种 非常具体化的思维 对吧 而抽象的思维是提炼苹果的共性 比如苹果 它是水果的一种 这就是一种叫什么 把苹果归类到水果这个更高一层的分类下面 甚至你可以再往上 水果属于什么 属于植物这个分类下面 对吧 可以这样这样分类 又比如说 我们在假如说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最近在研究跑步和减肥 然后有一个教程就告诉你 女生跑步减肥 你一定要跑完步之后要做拉伸 否则的话 你的小腿肌肉就会越来越厉害 就会变得很粗壮 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指导方法 对吧 那么你如果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你还是停留在具体的思维层面 怎么去做抽象思维归类的训练呢 那么女生跑步减肥 跑完要做拉伸 它是属于什么 女生跑步减肥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应该做就是一个更加高级 它上一层的这个分类了 任何一个事物你都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往上分类 比如说我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它是属于电子产品的一种 对吧 属于电子产品的一种 同时它又属于我们的工作工具的一种 同样的一个物体 它甚至可以归手不同 按照你划分种类的性质的不同 可以归类到不同的种类里面去 是吧 归类到不同的种类里面去 那么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抽象归类训练 那么和抽象归类训练 结合在一起做的呢 也一定要去做的 就是有拓展训练 这个拓展训练比较重要的两点 叫反面思考训练和并列思考训练 所谓的反面思考训练 啥意思呢 就是我针对一个具体的事物 我给它设定了一个上层的分类之后 我思考它有没有别的反面呢 还是以上面的例子 女生减肥跑步要做拉升 往上做 往上做分类 就是女生跑步减肥 女生减肥要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那么往往反向去 就是那既然有应该做的 应该就有不该做的事情 对吧 不该做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不该通过节食来减肥 你可以这样去思考 那通过这种先具体再抽象再反面呢 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思考就会更加全面和具体 这本身也是锻炼我们思维很好的一种 叫思考锻炼 那么并列思考呢 意思就是说 我把一个具体的事物往上一层进行归类之后 想一想和它类似的归类还有哪一些 比如说苹果是一种水果 往上归类是归类到水果 我们想到水果之后可能还会想到什么 想到蔬菜 想到工作用具等等等等 这些可能是和水果并列的一种层级分裂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去想一想 那比如说女生减肥跑步要做拉伸 往上一个分类是女生减肥跑步要做的事情 那么和女生减肥跑步要做的事情并列的 可能是还有女生饮食控制减肥要做的事情 是和她同一级的 你还可以想想还有哪些减肥的方法 以及这些方法都应该做什么 以及不应该做什么 可以不断地像一种思维实验一样 不断地拓展中出去去进行思考 那么这个就叫抽象归类的拓展训练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 这个东西因为是讲课 我会讲的比较快 大家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更加认真的 更加认真的去根据其他例子 要自己去做刻意练习 才能对我讲的这种训练方法 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尽管我每一个训练 我都举了具体的例子 要素结构的训练呢 也是抽象思维锻炼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它大概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把一个大的问题或者一个大的事物 不断地拆解和打碎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要不断地将构成这个问题的要素 像拿着一把刀一样割开 割成一个一个它构成的要素 这个要素呢注意两点 第一完整不遗漏 你不能漏了别的东西 第二叫独立不重复 你的要素和要素之间是不能有重叠的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 那么这种训练呢 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来做一下 比如说之前我曾经 我来打开一个思维导图啊 比如说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讲课的时候 说我们应该如何提高我们的office里面的一种叫word 这个能力 使用word这个软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当时我就曾经带领学员做了一项要素拆解 我就说我既然要提高自己word的水平 首先我要知道它的构成 那么构成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会变成 我当时是怎么拆解的 大家看一看 这其实就是一种要素拆解 我当时是说什么 叫word 我去word里面写文章什么的 任何你写什么东西 我都会分成内容和什么形式 两个部分对吧 那什么叫内容呢 内容可能是我会有一些图像 也就是照片什么的 我可能会有一些表格 我还会有一些文字对吧 这个是我的卧里面的实际的内容的这个部分 那么形式就是这些实质性的内容怎么展现给我们 那可能会有字体 字号 也会有颜色 对吧 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什么 行间距 字间距 断间距 还有什么 空格啊 对吧 甚至我还会有一些线条之类的一些东西 线条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前者决定了我这个word文档到底表达的是什么内容 而后者决定了我的这个内容给在视觉上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很简单 我如果能不断这样子去拆解下去的呢 后面我要去提高我的word水平的话 就是或者说我要提高我的word排版水平的话 自然就是具体的细分 字体应该怎么设置 字号应该怎么设置 颜色应该如何搭配等等 那这样子我把一个很难的如何提高word水平 把它拆成这些要素去学习去理解的话 就会简单容易了很多 而且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就会更加深入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种叫要素结构的一个学习 训练将问题不断的拆解打碎 完整不遗漏独立不重复 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抽象思维训练 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具体例子 假如某一天我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要不要买iphone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你可以凭感觉凭直观去回答 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解构 比如我解构成四个方面 经济是否许可 也就是我能不能买得起啊 个人意愿是否强烈 我是不是真的很想买啊 家人或者朋友是否同意 这个东西对我重不重要啊 以及我是否有购买它的必要性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部iphone呢 那么这样子我把它解构出来之后 我对我要不要买iphone这个问题的理解 就更加深入了 对吧 那么要素拆解加上抽象分类结合起来呢 帮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 什么帮助我们去找到很多看似不同的问题 或者知识点之间的一种共同的以及不同的这种构成 以及找到他们之间的一种关联关系 那这样子就能够指导我们去进行学习了 这个也就直接引出下一个叫共同规律发现训练 首先就是我们要找到大量研究对象 也就是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解物理题的话 我可能有十道题 找到这十道题之后 我先进行抽象归类针对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归类到哪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又归类到哪一个分类之下 以及拆解它的要素 看看有哪些要素是相同的 哪些要素是不同的 然后才能去找到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规律 所以这些都是叫基础训练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两步骤总结归纳能力锻炼 然后是抽象归类训练 以及它的拓展训练 以及要素结构训练 然后我们才进入到共同规律的发现训练 那么如果做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慢慢的对我们的学习带来很好的指导了 就比如说我们再来模拟一下之前的过程 比如之前我是首先看很多单词 找到它有共同的词根词缀 这叫先找到大量类似问题 就是大量的单词 抽象归类和要素结构 把它拆开 对吧 拆开之后发现好多词根词缀一样的 然后你会发现词根词缀又分成好几个不同的类 这个就叫抽象归类 对吧 找到这些归类之后发现共同规律 原来单词都是若干种词根词缀组合起来的 那么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一种一种共同规律发现训练的 那比如说高中的时候我解答100道物理题目 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规律 前提是你要通过前面的训练 把自己的能力锻炼到足够强的地步 你才能到这一步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根据实际的案例来讲讲 这种抽象思维怎么帮助我们的学习 也就是如何指导具体学习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用这种思维来指导我们学习高中物理 或者说高中数学呢 假设是这样子一个命题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实操步骤 第一步我要给自己去准备足够大量的习题 准备足够大量的习题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我发现大家去做习题测的时候啊 都是叫顺序式的做法 也就是我拿到这个习题测翻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或者一张试卷我就是从头到尾把它做完 这其实完全是错的 我们如果想快速的提高自己的物理或者数学能力的时候 准备习题测一定不能按 比如说一张卷子这样子去做 做卷子提高我们水平是有限的 我们要找到那种按照知识点来进行分类 提供大量题目的习题测 或者按照考点分类这样的一个习题测 比如说我学习到高中物理或者说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的时候 我就要根据第三运动定律的这个知识点考点 找到至少有一百到两百道题的这个这样子一个习题测 或者说一张卷子 我有一本卷子集里面有一百张试卷 我绝对不能重复做 我把一百张试卷中都考这个知识点的题目 一一截取出来 这个叫按照知识点分类的习题准备 或者按照考点分类的准备 同时尽量保证这个知识点覆盖比较全面 自己搞不定的话 要老师对吧 找老师不然要老师干嘛 让他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准备 我先准备足够量的这种习题 然后我第二步我要进行什么 我要进行知识点的巩固复习 那么比如我这一次 我就重点是要吃透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对吧 那我首先要知道第三运动定律是什么 那么我是首先通过三步法 去了解一本书或者整个章节的知识点结构和整体嘛 然后我挑出一个知识点或者一两个知识点 作为我重点功课的对象之后 根据前面课程中教大家的叫费曼学习法 你去把这个知识点或者若干个知识点先吃透 吃透达到什么标准啊 能很清晰逻辑很清晰的把他的 就是这个这个知识点给复述出来 而且还能至少能理解 也能独立的做出书本里面的立题 这就代表差不多了 这个叫知识点巩固复习 代表着我对这个知识点是有了基本的掌握的 那么有了基本的掌握 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步骤 叫抽象思维加上科预训练 那么针对这个知识点 我找到了大量的这个习题策码 我就要大量重复的去做这个知识点的考题 对吧 做的过程中肯定有的题目你会做 有的题目你不会做 大家注意一个要点 遇到不会的直接跳过 注意这句话 遇到不会的直接跳过 先把比如这100道题中 你有60道会做 你先把这60道做完 做完还要检查是否做对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什么 每做一道题 你都要进行归纳和解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做完这道题 如果顺利做完 一看答案是正确的 你归纳 原来这个东西考考察了 第一第二个知识点 对吧 记下来本子上记下来 解构它总共解 总共都考察了哪些知识点 然后你可能做了10道题之后 发现八道都是考察 一二这两个知识点 还有两道更难一点的 考察的是一二三 这三个知识点 以及这些知识点 是如何考察的 如何去解题的 那么这个是第一遍 那么我不是还剩下 好多道题不会做的 那么第二遍 我主要做的是什么 功课不会做的题 那么为什么知识点 我掌握了之后 刚刚的例子中 100道我可能60道会做 40道还是不会做呢 肯定是有原因的 原因无非这几种 你会发现无非这几种 第一种叫知识点遗漏 你发现课本中 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你自己没看到 而那些考题 正好考到了这个知识点 那么你应该怎么做 重新复习 把遗漏的知识点 重新学一遍 对吧 第二种情况就是 我其实看到了那个知识点 我还是不会做 为什么 没吃透没吃透怎么办 用肺脉学习法 重新吃透一遍 再结合那个题目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知识点我都吃透了 但没想到知识点 可以这样去应用 这种灵活应用的方法 我不会 没想到知识点 可以这样结合 那么跟针对这种结合方法 我进行多次去解答这个问题 比如这次 今天我会了 我解完了 好脑海中复习一遍 再用肺脉学习法 吃透知识点 自己用笔记下来 这种这些知识点 如何重新排列组合 解决了一道 我原来不会的题目 第二天或者两天之后 你已经把这个题忘了 你再次去做一遍 做一次科医训练 甚至你找到 有十道很类似这样的题目 多次科医训练 那么通过这三种方式 我就可以很好的 把不会做的问题 给解决了 对吧 那么第二遍叫功课 不会做的问题 把它变成会做的之后 重新进入到 归纳家解构所有题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等到说 这个过程来回循环重复 到后面一般 这个知识点 所有的题目 十道 你最少能解除九道 代表你对它的掌握 就特别透彻了 前面可能这个过程 会比较困难 但是你只要每一个知识点 都这样子去功课过去 等你的这个网络越来越密集之后 后面你就会发现 你不会的题就越来越难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抽象思维是具体如何 指导我们的这种学习的 那么这个是关于说高中物理 或者说高中数学 甚至是化学之类的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快速的提高成绩 足够量的习题准备 知识点巩固复习 然后抽象思维 加刻意练习 这种学习的顺序 做题的方法 大家会看到 其实和我们原来是很不一样的 和很多人和很多人习惯的方式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用到的技巧无非是什么 每一道题目 我要根据知识点 以及知识点组合 去进行要素的结构 去发现共同规律 去总结归纳和演绎 同时大家记得 在这个学习中 记得去记录自己的学习笔记 时而去复习一下它 那么我相信 假如说 学习这门课有高中生 你用这个方法 指导自己试一下 成绩肯定会 有明显的提升 如果是家长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指导自己小孩 按照这种方法 来进行做题学习 也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同样我们再来看 如何学习摄影 假如说是成年人 我现在对单反摄影 或者说手机摄影 非常感兴趣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我快速给大家过一遍 学习方法也非常类似 我也去咨询过 专业的摄影师 他们很多 也是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训练自己的 第一步 我们去解构摄影的要素 什么叫摄影 无非就是 你要懂得构图 你要懂得 怎么用光线 那么你要懂得 色彩的一种搭配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 细致末节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解构了之后 无非就是 如果我掌握好 构图光线色彩 等等这些东西之后 我的摄影能力 就能得到有效的提升 那么这个叫解构要素 解构了之后 我去根据这种解构 去准备我的学习内容 无非是一些相应的教程 和我要准备大量 成熟的别人 专业摄影师的摄影作品 准备好这个学习内容之后 我应该做什么 和上面类似 先掌握基本知识点 说到构图 我首先知道什么叫构图 对不对 当然在三步式学习阶段 我已经对这些东西 有基本的概念了 有了概念不代表学会 我还要去进行 基本学习和基本训练 比如说三角形构图 我要训练一下 这种对角性构图 或者说金字塔构图 或者其他正方形构图 我都要做基本训练 让我对这个东西会比较熟悉 那曝光也是 长曝光 短曝光 或者说各种不同环境下 应该如何曝光 不同曝光的效果怎么样 我要进行大量的练习 色彩搭配也一样 这种基本知识点 我首先要很了解 这个东西怎么操作 是怎么去做的 那么我就这个步骤 我才算学习完 学习完之后 就是进入到类似的 叫抽象思维加刻意练习阶段 那么这个过程中 有几种训练方法 比如说根据特定作品的 模仿拍摄训练 这是怎么情况呢 就是之前他们有一种 训练方式是这样的 先有一个老师 根据这种道具和环境 拍出一张 比较有意思的作品 然后他只给你这张照片 然后给你同样的道具 在这个房间里 你要自己思考 应该如何把 然后如何曝光 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拍摄 能拍出和老师给的作品 很接近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 这就是一种抽象思维加刻意练习了 你要去分析 它的要素 应该怎么摆 怎么拍 然后用到大量 你之前学习的构图 曝光色彩的这些知识点 又比如说 我专门锻炼构图 对吧 专门锻炼构图 那么我只拍 对角性构图 我要拍够100张不同的东西 我只拍金字塔三角形的构图 我要拍够100张 那么这个都是要进行这种拆分后的训练 或者说我只拍常曝光的 我去拍瀑布 我去拍溪流 或者我去拍车流 根据不同曝光时长来进行拍摄训练等等 或者说还有分类主题的拍摄训练 人物主题的拍摄训练 建筑主题的拍摄训练 这都是因为这样子抽象出来一些特定的主题去进行拍摄 是对我们快速提高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么其他学科的一种学习方法 其实和这个也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学习任何一门学科 我们要用抽象思维去解构它 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点 看到同一样的规律在不同问题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看到知识点和知识点经过排列组合 如何去表现出千差万别的不同的表象 那这样子以后我们慢慢的就具有了一种看透现象 看到本质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一旦我们掌握到了这个本质的共同规律 遇到一种貌似是新问题的时候 我能迅速看到其实它的本质 可能和原来的某些问题是非常类似的 我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把它解决掉 那这样子我们的学习能力 理解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不是就得到很大的提升了呢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课给大家讲的一种 如何用抽象思维去指导我们的学习 以及帮助我们去设计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谢谢大家